各位觀眾一起來關心稍早的最新消息 國民黨台北市長候選人蔣萬安 就在剛剛宣布今天起請辭立委的職務 那他是在剛剛採訪聯訪最後一題的時候 突然說要展現自己破釜沉重的決心 所以從今天開始他會辭職 那專心的投入選舉 那我們一起來聽他怎麼說 請辭是一個決心態度的展現 台北市已經停滯了八年 面對世界變化之快 台北沒有辦法再空轉下去 我要展現破釜沉舟一定要贏的決心 因此我在此宣布正式請辭立委的職務 全心全意全力來為台北打拼 帶領台北重新啟動 好的可以看到長萬安是說要展現決心 所以從今天開始他就不再是立委了 不過針對我黨籍的黃珊珊 又在臉書上轟他說他是草包 因為這個U-Bike政策 蔣萬安是提倡說前30分鐘免費 而黃珊珊她是提倡說前半小時還是要收錢 她也轟蔣萬安說 國民黨就是喜歡這樣用撒幣的政策來討好選民 然後債留子孫 這就是國民黨和蔣萬安的DNA 不過蔣萬安他是不以為 他覺得說免費讓市民運動沒有什麼不好 那麼以上就是現場最新狀況 時間交還彭淚主播 除了 請 找這樣的